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2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建制三战纳谷墙的政策 经过了部落会议资商同意权通过之后 去年的9月份 太鲁阁族人配合秀林相公所 开始起决墓地 而先人先安置在殡葬管理所 原来的墓地将会建成纳谷墙 目前秀林相公所也积极地展开了规划 9月初就要开始新建 部落齐老游秀朱表示 族人也开始接受殡葬多元化的政策 未来后人要祭祀祖先的时候 环境相当的好 又兼具环保和太鲁阁族的信仰 早期日记时代 居住在高山的太鲁阁族的族人们 被日本赶下来 其中在中央上面的三角下 在信仰除了传统的太鲁阁族的习俗之外 九层的族人们分别信仰了基督长老教会 天主教和真耶稣教会 在安葬先人的时候 都是以土葬的方式来处理 早期的观念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理 十年前又于修林相信念的公墓 面临满葬的情况 修林相公所历经相当久的时间 和部落组人的沟通 而在山山部落 则是在2018年12月26号召开部落会议 行使统一权的时候获得大家的认同 2019年开始进行取决的作业 之后由空地面积之后 今年九月份就要开始施作了 部落企业有些说表示 由于那股墙的设计符合 族人们的宗教信仰 大家也开始认同 兵长多元化的政策了 其实修林相公所在推动 这个部落的那股墙 这个政策我们非常的感谢 在去年取得了社区部落的共识之后 在这段时间我们就减股 我想说把它安置 我想这个对我们部落来讲的话 也解决了我们目的不足的部分 然后这个那股墙也兼具环保美化 这样也比较符合我们原住民的信仰 有时候就表示 山寨好山好水好地方 暑假期间更是吸引游客来这里游玩 而大家来到这里看到山寨公墓 不再感到害怕了 呈现的就是那股墙的建筑物 兼具美观具有文化意涵 让大家能够更激情不落 先人们在这里也会相当的安心 着 Lowdown посмотрим yap 拍摄